我终于要离开 这座孤单的城堡了 可往后 我去哪儿呢 萧氏光年 想扩大经营规模 正好你没有工作 所以我想请你帮忙 待遇从优 管吃管住 扣除成本和股东分账 所有的利润 我们一人一半 严夏 听我把话说完 我希望 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只要你不嫌小 欢迎你的加入 那我要是在这儿住下 被你妈知道了 她不常来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 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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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笑可能出去散心了 霍真子应该会回来 真的是这样吗 那她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让我回迪埃真是闻笑的决定吗 我哪有那么大的人事权 可以随意让你回迪埃 不是只有董事会同意 这样才可以执行吗 丁总啊 你做事情一向果断 那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牟总监吗 可是 我怕伤害她 可是你不觉得隐瞒她 对她伤害更大吗 我喜欢的 是许墨尘 那许墨尘喜欢你吗 当然了 要不然 她干嘛跟我出去旅行啊 她约你出去 是为了对付丁总 我跟许墨尘出去旅行 怎么就能对付到丁总了 新品发布上市那几天 雨薇在销售上抢得了先机 而网络销售渠道 是我唯一可能反败为胜的机会 她知道你喜欢她 所以借着旅行的名义呢 让你断了丁总的后路 这许墨尘为了把我赶出迪埃 伤害了那么多人 欢迎光临 好 说话也看我干嘛 说什么 欢迎光临呢 说 我说不出口 你 欢迎光临 声音还好 但是这个笑容啊 一看就是假笑 脸笑这么僵 一看就是假笑 好 好 方秋松笑一个 笑 丁文笑 你知道吗 其实你笑起来的时候挺帅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发自内心的笑 我看了都有点心动了 你别不信 我说真的 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种微笑呢 我可能 可能怎么样 我可能会真的爱上你 好 好